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IQ手机正式宣布了IQ11S的新机发布时间 也公布了许多细节 按照官方公布的信息 IQ11S将于7月4日正式到来 也就是说,下周大家就能够见到这款新机了 与此同时,IQ官方也陆续进行了新机规格细节巨套 来进行发布活动预热 今天,IQ手机宣布 IQ11S全球首发IQ超算独显芯片 独家发布双形超视觉技术 首次实现超分超真并方 进行高清高真实效体验 话不多说,马上和Tiger一起来盘 IQ已经正式公布了这款新机的外观设计 结合来看 全新的IQ11S保持了IQ一贯的设计方案 后置举行设想模块 并采用了阶梯状的后摄模块设计 其中安置了后摄和闪光灯组件 侧边的电源按键和音量调节键 则安置在了机身右侧 这也是大多数手机厂商采取的方式 毕竟操作习惯符合大众 才能让用户更好上手 机身配色方面 从海报中可以看到 IQ11S将提供赛道版 前堂听潮 传奇版三款配色 除了全新的前堂听潮配色外 其他两款配色都是此前IQ手机中 比较经典的设计方案 IQ11S搭载第二代 骁龙8移动平台 安兔兔跑分166万 GPU性能提升25% CPU性能提升35% 并采用低温感智能散热系统 和持久冷酷一体压住VC军热板 以及低温感航空旅中矿 以确保手机的高性能和稳定运行 根据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此前的爆料 IQ11S最终选择了3.2G孩子版骁龙8G2处理器 搭配机械调度 没有使用之前盛传的骁龙8G2高频版处理器 此外 IQ还将首次发布IQ超算独显芯片 并独家推出双情超视觉技术 实现了超分辨率和超帧率的同时处理 据官方的介绍 该独显芯片将会独家发布双情超视觉技术 首次实现超分超帧并发 具有清晰流畅的电竞视效 支持免费会员及画质 解锁视频高清高帧时代 游戏体验方面 IQ11S采用移动端光线追踪技术 还原真实光影效果 此外 结合帧率感知技术 可以减少掉帧 但具体情况 还得进行测评才知道真实的表现 来自同一位博主的另一份爆料显示 IQ11S终于来了 核心配置之前都聊过不赘数 差异化优势是200瓦超级闪充加2K 以6柔性直屏加金属中矿 前堂听潮信配色是素皮 V2SP变成IQ超算独显芯片 加MX866V4S F1.88到2.46 16毫米到50毫米 结合目前的爆料来看 全新的IQ11S将配备一块2K分辨率 144HK刷新率的屏幕 直屏设计 以6材质 结合金属中矿 支持200把快充 售价预计在4000元左右 存储方米 IQ11S将提供12GB 加256GB 16GB加256GB 16GB加512GB 16GB加1TB 共四种配置 与之对比 IQ11标准版提供了赛道版 传奇版 漫道特别版三款配色 配备6.78英寸一梦的屏幕 分辨率为3200x1440 支持最高144Hz刷新率 拥有自然屏幕色准算法 分区刷新技术 忽眼的高频PWM调光 NVP微操模式 核心搭载第二代骁龙8 还有自然VR芯片 前置1600万像素镜头 后置采用5000万像素GN5超感光 主摄加1300万像素人像镜头 加8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组合 内置5000mAh电池 支持120W超快闪充 官方售价3799元起 提供8GB加128GB 8GB加256GB 12GB加256GB 16GB加256GB 16GB加512GB 共五种存储组合 另外 iQoo11S的入网信息显示 其设备型号为V2304A 属于5G数字移动电话机 支持5G增强移动宽带技术 以及5G一网漫游功能 据悉 5G一网漫游功能 是指当所属运营商5G网络覆盖时 手机可自动接入其他运营商的5G网络 继续提供5G服务 且无需更换SIM卡 综合上述的内容来看 全新的iQoo11S很快就会正式到来 其将在前代产品的基础上 进行多方面的调整 届时 整体的设备规格和定价也令人关注 那么问题来了 如此配置的iQoo11S 大家觉得如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